你每天吃一包 就会天天想起我 谢谢 你怎么回事 我们的浮室里 一直回来回来 我自己也不得了 嗯 只是 我们一个深情怀疾的狗 还在这边 面对自己的一点 这边没有一点 咱们今天状况太好了 绝了 我 走老给 走 怎么了 韩剧里出现这样的女人 一般女主都是怎么处理的 你这里掉了根睫毛 怎么啦 喵 没怎么 没怎么 莫名其妙 陆思诚 你 糟了 祝贺你比赛胜利 谢谢 救命救命救命 我突然莫名其妙 对一个素未相识的人 有了邪恶又恶毒的想法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举动 类似于黄狗 在不属于他的地盘的垫线杆上 偷偷叙叙 傻孩子 这叫生物应激性 顺便问一句 你在哪个垫线杆上偷偷叙叙了 陆家村村口那个 诚哥 你终于肯承认我了 包装高级 品种也高级 这个给队长送花的人 有眼光又非常有诚意啊 这么大一数应该不便宜吧 陈哥 刚才那是粉丝啊 是他未婚妻送的 都进几成未婚妻了 那我们童谣怎么办 童窗共振国就这么算了 什么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出轨钟声响起 我还是没能听到你的声音 认真说声对不起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 喂 你们过来 有意思吗 我是说我在基地一楼洗手 我说怎么水是绿的呢 原来我们童谣在二楼洗头呢 滚 你们有完没完 什么未婚妻 自己脑补一出戏 她竟在不言中 整个你这是什么 但听表情吗 心里透支了 你都有女朋友了 也不告诉我们 你拿不当我们当队友啊 你这样比赛当中叫我们 怎么把我们后备安心交给你嘛 是吧 是啊 我以为诚哥不会爱上人类的 天天跟你们这样的人相处在一起 怎么可能会不 你好 你好 吃了 她怎么又来了 我哪儿吃 小姐姐 你吃 很好吃的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 有能量 对身体好 是 是 是啊 你吃 很好吃的 你每天吃一包 就会天天想起我 谢谢 你们干什么 我们的浮室在住宇宇宇宇宙 来 小姐姐 你很可爱 拜拜 什么情况 没问我们要微信号是因为我们的他都有 为什么只有你有综合果认 我们都没有啊 我都不用想 都挠不出一出戏了呀 时间到了啊 你们差不多就 这什么情况啊 一会儿鲜花一会儿凉品铺子的 一共就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你们还打算开个派对呀 真膨胀 我们对中下二鲁魅力无边呀 对呀 你 除了我 怎么回事 隔壁Fanatic战队的打野要当上门女婿 拿着综合果人上门当拼礼了 坤啊 追我们童谣 上次比赛疯狂蹲中路 只娶我闺女向上狗头还指望能娶 狗 还要说你们这些职业选手的浪漫真不一般啊 身为队长 奉劝你一句 什么 离那个叫坤的远一点 可是他送的综合果人好吃啊 谁把醋摊打翻了呀 我怎么闻到了一丝丝的酸 酸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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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个个的 都闲吃萝卜蛋糙心的 走吧走吧走吧 该上场了 走走走走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猪鬼终生想起 放好了 我还是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我还是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加油 我还是没有听到 不敢的 赛吧 来 恭喜小姐姐 赢得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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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都能刷你缺盖了 是你家辅助先踩我的鞋 众目睽睽之下你俩干嘛呢 公主抱呢 只有抱 没有公主 你会不会抓重点 先把我放下来 放我下来 好玩 你快点 imb� 这么奇特的MVP出场方式还是头一次见呢 感觉自己被秀了一脸 恭喜ZGDX战队以2比0的好成绩战胜了蓝战队 顺利拿下本场比赛 对于这样的好成绩 小雅琳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很满意 谢谢我的队友带我躺赢 希望把这个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挑战赛 小雅琳真是谦虚又耿直啊 那我们都知道啊 小雅琳是我们OPL职业联赛中唯一的女生 那大家想知道作为女生来打职业 你在生活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困难 以及需要面对比普通选手更多的烦恼呢 就还好 刚开始很紧张 怕自己融入不了大家 留不留得下来看她第一场表现吗 后来发现大家都很和善 小姐姐 欢迎加入ZGDX加油 向梦想致敬 向梦想致敬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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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人因为我是女生而给予特殊的照顾 干杯 这反而是最好的 好 滚 大概在她们看来 女生打职业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吧 她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知道有很多人 总是觉得女孩子学不好数学 女孩子不够理性 女生是马路杀手 在各个方面的领域 女生总是不如男生 但是我想说 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偏见 任何事情 如果女生想做好 她们也能做得很好 电子竞技 不应该只是男生涉及的领域 希望拥有这些顽固思想的人 能够有所改观 诚哥 你就从来没有公开感谢过我们 甚至连句夸奖都没有 作为辅助 我很心灾啊 那只是从来没有夸过我们而已 诚哥可是曾经公开夸奖过童谣的 不过稍等一下 我们今天还有一道临时附加题 就是在刚才致谢观众完毕 你们往回走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Chessman突然回过头 把你一把抱了起来 说实话 在OPL赛场上看到这么浪漫的一幕 是小胖不小心踩到了我的鞋 我绊了一脚 然后他接住我的女 可是最近各大八卦聚集地 都在讨论你和我们诚哥 我们还是清白的 只是偶尔他会搞一些骚操作 说一些骚话 你们千万不要被他带节奏 如果我们队长有哪一天决定 开始喜欢人类 并和我在一起的话 我一定广发习帖 招告停下 真的会告诉我们吗 我拿着喇叭在比赛台上喊 非常感谢萝卜接受我的采访 那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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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靳圈养殖场的记者 ZGDX呢 以二比零胜于蓝战队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有粉丝跟圈圈爆料 说是坐在ZGDX座位 第一排的粉丝当中 有一个女孩的行为特别奇怪 她明显不是混电竞圈的 当大家都在忙着 给近在咫尺的昆选手拍照时 她却莫名其妙地问 她是谁 为什么要给她拍照 而且啊 第一场比赛开始的时候 她位置的旁边 放着很大一束花 在第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她带着花离开了现场 第二场比赛开始的时候呢 她回来了 花没了 在有人问她 你是谁的粉丝的时候 她却说 我是陆思诚的朋友 而且啊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爆料 说是在后台路过的时候 亲眼看见 是有个女生 把花给了陆思诚 两人应该是认识的 无误 还说了几句话 后来 那女的好像是 不怎么高兴地走掉了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镜圈养殖场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注文